嗯,在咱们实际的一个建模的时候啊,咱们要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模型可以很容易的建出来,直接用SKLearn这个库,但是呢,咱们现在,然后啊,但是呢,但是啊,咱们现在要来说这样一个事儿,就是说,咱们模型的一个评估的标准,咱们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 嗯,咱们现在是不是说,咱们现在假设说吧,我现在举一个比较稍微极端点的例子,假设说,咱们现在有一千个人,这一千个人呢,它是都是病人,假设说,咱们现在拿到了一千个病人的一个数据,然后呢,我要对这一千个病人啊,进行一个分类啊,检查一下,这一千个人当中呢,哪些是患有癌症的,哪些是不患有癌症的。 那么,先给大家来检,咱们随机缘的设计一下吧,假设对这一千个人当中来说,990个人,它是正常的,有10个人呢,它是一个异常的,就是说,这10个人呢,它可能是患有癌症的。 那么,接下来啊,咱们说,咱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模型去预测一下,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异常的,好像跟咱们这样一个检测任务来说啊,咱们要做的一件事儿是差不多的吧。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假设说,咱们现在用一个最常见的评估标准,比方说,用一个东西叫做一个精度。 这个精度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现在要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一个差异。 比如说,咱们现在来看,咱们的一个预测值,咱们先说真正值吧,真正值值,咱们用Y来表示,预测值用一个Y hat吧,上面有小帽子来表示。 咱们在真实值当中呢,它有1,2,咱们假设就有10个样本吧,这10个样本,然后Y,Y hat里边,咱们还是有10个样本。 这10个样本呢,我们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咱们要算精度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看一下咱们的一个预测值和真实值,它们的一个预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要么都是0,要么都是1,如果说它们是一致的,咱们用这样一个等号来表示,比如说,一号样本预测成0,这个一号样本真实值是0,预测值也是0,那是一个等号。 二号样本真实值是1,预测值也是1,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等号呢? 咱们真实是0,预测是1,或者是真实是1,预测是0,这样它就是不等号了吧。 那么精度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可以比方说,这10个人里边,我们算一下,等号有多少个。 那么假设来说呢,这里啊,一旦等号出现了8个,等号出现8个,说明有8个,咱们预测对了,两个预测错了吧。 那么模型的一个精度呢,就是8除了一个10,是等于80%的啊,咱们是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啊,来去计算咱们模型的一个精度的。 那么假设说,咱们现在啊,咱们现在拿这个样板构造出来了一个model,那么这个model呢,它有些特别,它现在啊,就是说, 它会使得所有的值都会预测成一个正常的值,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一个样本都会预测成一个正样本。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对于现在咱们把这1000个样本输入进来了,输入进来之后呢,它会把所有样本都预测成一个正样本。 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来算一下,这个精度是有多少呢? 这种情况下,它的一个精度就是说,咱们的一个样本总数啊,是有1000的,那有多少个预测对了? 是不是说,有990个都预测对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它的一个精度是不是就是一个990再除以1000啊? 那么现在得多少?得到个99.9%吧,也就是说啊,99.9%咱们的一个精度,但是呢,大家现在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拿出来模型是什么样? 它会把所有的值都预测成一个正样本,那么你都预测成了一个正样本之后,我没有得到任何一个负样本啊,但是我说一下, 咱们现在是在医院啊,咱们要做一个癌症的识别啊,我的目的是说,想把这个患有癌症的这些人给它检查出来吧,但是呢,这些患有癌症的人,我检查出来几个? 检查出来了0个,虽然说精度达到了99.9%,但是呢,你这个模型有用吗? 这个模型是没有任何含义的吧,因为它一个癌症病人都帮咱们找不出来,所以说呢,咱们在,嗯, 咱们在这个建立模型的时候,一定先要想好这样一件事,就是说,模型虽然说很容易就建策建立出来了,那么难点就是说,咱们该怎么样去, 咱们该怎么样去,嗯,评估这样一个模型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咱们刚才啊,是不是说咱们可以去建立一个模型, 然后呢,咱们用精度去评估是可以的吧,但是通常情况下,精度是有一些骗人的, 尤其呢,是在这样一个样本数据不均衡的情况下,它是非常骗人的, 那么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叫做一个Record, R-A-C-I-L,这个Record的意思啊,它叫做一个召回率,或者说叫做一个查权率, 这个Record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有这样一个0和这样一个1嘛, 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说,我们希望找出来混癌症的那10个人, 我们要把这10个人给它找出来吧,那接下来是不是说, 我可以根据我一个目标来去制定这样一个衡量的标准啊, 比如说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想看一下得癌症的这10个人里边, 我检测出来了几个,假设说10个癌症的病人里边, 我检测出来0个,那它的一个Record值是多少, 它的一个Record值就是0除以10就等于0吧, 那么假设说你检测出来两个呢,那就是一个2除以10等于0.2吧, 咱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Record值来去计算一下咱们的一个精度, 不是,通过Record值来去计算一下模型的效果, 其实呢来说啊是更科学一些的, Record召回率查权率是通常情况下咱们使用的更多的一种模型评估标准, 精度啊是骗人的,但是呢对于这个Record来说, 尤其是在这种检测任务上来说啊, 咱们是通常使用这个Record来去帮咱们啊, 当成一个模型评估标准的, 那么这个Record啊,这个Record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Record里边是不是说, 我在这里写上了一个公式啊, 那么要说到这个公式啊, 咱们就还要去说一些额外的东西了, 咱们一会儿呢要给大家来说一些稍微显的有些绕嘴的东西, 但是呢,这个东西啊,虽然来说它是有些绕嘴的, 但是啊,它是在咱们实际的建立模型的过程当中啊, 经常使用到的, 大家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关于模型评估标准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咱们要比咱们建立模型还要重要啊, 因为咱们建模型无非就是选择一些参数嘛, 那么你选完这个参数, 你得到一个多, 你要给领导汇报一下, 哎呀, 我现在达到一个怎么样效果, 那这个效果并不是说用精度, 或者说并就专用精度专用Record就能得出来的吗, 好像来说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在咱们统计学当中啊, 通常会提到的四个词,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四个词啊, 是什么意思, 首先呢, 第一个词叫做一个TP, 这个TP的意思啊, 它表示着一个英文就是一个True Positive, True Positive意思呢, 就是说, 给大家先来解释一下这个True和Positive啊, 什么意思, 这个True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当前你不是进行了一次预测吗, 你这个预测结果是什么样, 你是预测对了, 还是预测错了, 这个True呢, 就表示着你预测对了, 那Positive的意思啊, 就是说它是一个正例啊, 咱们现在这个True Positive意思啊, 就是说你预测对了, 预测对了之后呢, 你把一个正例给它判断成了一个正例, 预测对了, 判断, 咱们可以给它分开啊, 这块是我自创的一个招啊, 就是说这两个词TP, True Positive, 看起来不是很直接,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True, 第二部分是Positive, 那么True Positive意思啊, 就是说, 首先你是一个True, 你是预测对了, 预测对了, 预测成了什么了, 预测成了一个正例, Positive表示一个正例, 那它潜在的一个含义啊, 就是说你是把一个正例判断成了一个正例, 本来它Label是零的, 你还给它判断成了是一个零, 这就叫做一个把正例判定为正例啊, 就是这样一层含义, 咱们举个小例子吧,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头一次听的时候啊, 理解起来稍困难一些, 咱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啊, 假设说一个班级里边有80个男生, 然后有20个男生, 反正啊, 总共就是有这样100个人, 在这100个人当中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目标, 就是说, 我现在希望找出来在这100个人里边, 所有的女生啊, 我要做这样一个东西, 把女生对的抓出来, 那我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其实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操作, 咱们就可以假设来说, 我建立了这样一个model, 建立了这样一个模型之后啊, 我现在我在其中挑选这么50个人, 挑选50个人里边呢, 我们现在来说, 它的一个结果, 建立了model, 是不是有一个预测结果啊, 这个model里边, 咱们预测完了一下, 其中20个是女的, 然后呢, 剩下30个是男的, 咱们现在得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对于这样一个触跑的,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去算一下, 正例判断成正例的, 那么在试图当中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说, 找出来所有的女生啊, 那么这个所有的女生, 咱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正例, 那么正例判定成正例的, 在50个人当中, 有多少个是女生, 只有20个, 咱们把这个判断成是一个正例吧, 所以说呢, 这个触跑的对五啊, 它等于几啊, 就等于这个20吧, 把正例判断成是一个正例的, 咱们接下来看, 接下来看还有一个FP, FP的意思呢, 就是说, 首先你是一个false, 然后呢, 你false成了什么了, false, 首先你判断错了, 你错判断成了一个正例, 我们看后面还是一个positive吧, 也就是说, 错判成一个正例, 那是不是说, 你把一个复利, 给它判断成了一个正例了, 那把复利判断成了一个正例, 是不是说, 现在复利是这个男生吧, 这30个男生都是复利的, 我们在模型当中, 我的目标是找出来所有的女生, 那么这个30个男生, 我是不是说, 把这30个复利, 给它判断成了一个正例了, 也就是说, 把错误的这30个男生, 也当成女生给它挑出来了, 那么这个FP, 就是这样一个false positive的意思, 就是说, 咱们把一个复利, 给它判断成了一个正例, 它有多少个呢, 它是有30个的, 然后下面有一点叫做一个false negative, 这个false negative的意思, 就是说, 咱们现在首先判断错了吧, 判断错了, 判断成了一个negative, 判断成了一个复利, 那么判断错了, 判断成了一个复利,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正例吧, 咱们把一个正例, 判断成了一个复利, 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把哪个正例, 判断成了一个复利啊, 咱们目标找出来所有的女生, 咱们在这个例子当中啊, 没有把女生错当成男生吧, 所以说这个false negative, 它就是等于零的, 最后还有一个,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true negative, true negative意思就是说, 首先你判断对了吧, 判断成了一个negative, 判断成了一个复利, 也就是说呢, 咱们把这个复利判断成了一个复利, 把男生判断成了一个男生, 那么咱们来看, 对于现在这个例子里边, 80个男生, 20个女生, 总共100个人, 咱们挑出来50个, 这50个人当中呢, 20个是女, 30个是男, 那么还有50个吧, 还有50个里边, 那50个里边, 它都是50个男生吧, 那么咱们把一个复利, 判断成一个复利的有多少个, 复利再判断成复利的, 就是这50个男生吧, 所以说一个true negative, 它就是等于50的, 那么在这里啊, 是给大家通过这样一个, 举这样一个例子,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咱们的这个四个比较绕口语词吧, 复tp,fp,fn, 还有这个tn, 分别表示着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其实呢, 咱们无论是说这个精度, 还是说recal这个值啊, 都是可以用这样一个, 都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表达, 来去算一下咱们的一个模型, 评估的标准, 比如说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有这样一个recal值啊, 这个recal值它其实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这个true positive, 再比上这样一个true positive, 加上一个false negative, 咱们现在不去说这个公式, 一会儿呢, 我会给大家画一个图, 用那个图啊, 咱们再去看recal, 再去想什么叫true positive, 什么叫false negative,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我会给大家看着这个公式,